冰城慈濟社会教育推广中心 在金字堂举行结业典礼 让学员有机会 证实一整年来的学习成果 觉得就是可以大家一起来 交流跟学习 其实是对身心发展都很好的 而且如果整个每个社区都这样子做的话 其实对整个社区的发展都很有帮助 也有外籍人士前来管理 现场的氛围与志工的解说 让他感触良多 美丽 我爱花 学员奉茶 献礼 感谢老师的无私奉献 水墨画班老师沈瑞珊即将卸职 学员感到不舍 继续加油 继续努力 然后也不要太依赖 然后也不要太依赖老师 因为创作的这一个东西都要靠自己去磨练 感恩 感恩 感恩又是感恩不了了 因为老师好像给你很多的鼓励 我觉得是一个很难得的老师 我们很不舍得老师 不过老师有自己的事情 我希望老师只是暂时去休息停一下 天下午不散的宴席 这场结业典礼是结束也会是另一个开始 大约新闻 黄艳晴 洪惠平 马来西亚报道